布罗利竟然狂捶比鲁斯 逼得比鲁斯使出的终极形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届立志大会上 布罗利想要挑战合体悟空 于是 他向大神官索要波塔拉耳环 大神官本来不想搭理他的 可是拳王却觉得很有趣 于是 他使用神力 直接帮布罗利制造出一段耳环 布罗利拿到耳环 看着下面的队友 想要找人合体 可贝奇塔和乌范都表示没有兴趣 悟空只能跟吉连交战 布罗利一时没有了人选 比克在一旁大声呼喊布罗利 他可以跟他合体 布罗利却没有搭理比克 他需要的是力量 而不是脑子 布罗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他问拳王 能不能把另外一个时空的他召唤过来 大神官刚想斥责布罗利 他不想过多的扰乱时空 两个拳王却兴奋起来 眼前两个拳王就要召唤另个次元的布罗利 大神官出声提醒 召唤一次元的悟空已经违反自然规定了 如果多次扰乱时空 可能会造成意外的灾难 只是大神官的建议 两个拳王根本没有听进去 不一会儿 另一个布罗利出现了 这个布罗利刚到战场 眼神一片迷茫 只是当他看到河底悟空的时候 他顿时失去了理智 开始嘶吼起来 七宇宙布罗利 感知到传超布罗利身上的气息 也兴奋起来 他来到传超布罗利身边想跟他合体 传超布罗利却看也不看七宇宙的布罗利 突然出手 一发男量弹把七宇宙的布罗利轰飞出去 说着 传超布罗利再次冲向河底悟空 七宇宙布罗利瞬间闪现在他面前 刚刚他的偷袭 使得七宇宙布罗利也恼怒起来 两个布罗利缠斗在一起 拳王兴奋地鼓着掌 还夸待大神官真厉害 这次理智大会比上次更好看 七宇宙的布罗利 因为接受了维斯的训练 他已经不会精益失控 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的力量无法完全发挥 在一传超布罗利的对战中 慢慢落入了下风 其他宇宙的战士看到这一幕 好奇为什么敌居宇宙的战士不去帮忙 而是就站在旁边看着 一人默默地吐槽着 好像这就是他们宇宙的规则 不知道是不是拳王大人设立的 敌居宇宙的战士 在队友倒下之前 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在传超布罗利的疯狂输出下 七宇宙布罗利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 他也终于失控了 失控的七宇宙布罗利 身上甚至出现了破坏神的破坏气息 这股能量 就连比鲁斯都无法忽视 七宇宙布罗利重拳出击 带着无尽的暴文和愤怒 狠狠地轰在传超布罗利身上 声声将传超布罗利打得昏死过去 可是七宇宙布罗利此时也失控了 澎湃的破坏之力 从他身上绽放出来 许多弱小的选手 纷纷被这股气息轰飞下立台 眼见于此 大神关招手将比鲁斯召唤过来 既然布罗利是他宇宙的人 就由他来处理 比鲁斯低吼一声 够了布罗利 静止杀向布罗利 双方站置一团 打得不可开交 眼见自己一时拿不下布罗利 比鲁斯又先恼怒 布罗利发出一气震天怒吼 身上纵然蹦出一股暴虐的破坏气息 比鲁斯也不啰嗦 周身召唤出无数的能量球 朝着布罗利扑盖而去 烟雾散去之后 布罗利毫发无损 他发出一阵阵腕如野兽般的嘶吼 浑身的力量狂荡 暴虐的力量不受控制 即将爆发 一股恐怖能量 从布罗利身上爆发出来 在他头顶汇聚成 硕大无比的超爆能量弹 比鲁斯默然盯着布罗利 手中也聚集起能量弹 两股能量相撞 力却全爆纹疯狂激荡 骇人的破坏气息 朝着四周宣泄 整个无知界都颤动不已 比鲁斯脸上轻轻爆起 他发现 自己竟然有点顶不住 布罗利的能量 淒厉的咆哮声 闪彻整片空间 布罗利身上的气息 更是百倍的增长 他竟然 只靠气息 就将自己和布罗利的能量弹 全部消除 布罗利发了风扮 朝比鲁斯轰击 拳头玩如雨点般坠落 两人拳头碰撞 一气震耳欲弄的爆响传出 比鲁斯手臂被震得一阵发麻 布罗利浑身迸发出 一股暴虐的气势 声声震开比鲁斯的拳头 趁机抓住比鲁斯的脚弯 朝着地面狠狠砸去 然后不停地摔打折 贝吉塔面色沉凝 他心里已经做好的打算 若是比鲁斯不敌 他随时准备出手支援 比鲁斯被布罗利摔倒在地 他嘴角流血 身上的骨头碎裂了不少 严谨于此 比鲁斯也不再隐藏实力 他身上的气息开始不断沸腾 暴虐结束后 比鲁斯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终极变身 破坏形态比鲁斯 布罗利再次一拳轰来 可这次布罗利的拳头 打在比鲁斯身上 却无法撼动他的身形 布罗利对着比鲁斯 发起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却被比鲁斯轻松躲过 此时的比鲁斯也是动了真火 这个布罗利 居然让他在大神观 和拳王面前如此丢脸 他决定消除布罗利 微微弹指 一颗破坏能量 从比鲁斯指尖弹出 在空中慢慢变成 数大无比的破坏能量 布罗利面对着 足以毁灭一切的能量 却要正面硬扛 随着一声爆炸 布罗利的嘶吼淹没其中 烟雾散去 布罗利已经遍体鳞伤 此刻 他沙白的瞳孔里全是杀意 布罗利发芳芳的嘶吼起来 一发能量骑射而出 比鲁斯单手举起 决定再次使用破坏能量 彻底解决布罗利 令人没想到的是 布罗利的能量 将他的破坏能量顶了回来 在这股能量下 比鲁斯被打回常态 摔倒在地 解决完比鲁斯 布罗利朝着合体悟空冲了过去 这次情况 朝他薄镜轻轻一敲 布罗利身上的狂暴气息瞬间消散 人也昏死得过去 众人都没想到 这个合体悟空实力恐怖如此 只是一招 就把连比鲁斯都不敌的布罗利给打晕了 这时 维斯布莱带走到昏睡中的比鲁斯和布罗利 贝吉他此时嘴角微微一笑 他决定去挑战合体悟空 欧布却阻止了贝吉他 贝吉他不屑地开口 怎么 你想先上 我怕你会被他打死 小子 欧布还没开口 比克着急地劝解贝吉他 让他不要单挑合体悟空 不然他会被杀死的 贝吉他显眼面试着比克 比克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废物 快让开 不然 我就先解决你 比克听到贝吉他的话 虽然恼怒 可他控制了自己 贝吉他 你早晚要被你的自负给害死 你的底牌无非是自我提议 可是 连比鲁斯大人都打不过的布罗利 都被他一招解决 你凭什么对付他 一旁的合体悟空也在此时开口 贝吉他 比克说的对 我劝你 还是和你们宇宙的悟空合体吧 这样 还能跟我有一战之力 欧布这边 他见圈姐贝吉他无效 便想使用自己的方法 他走向布欧 提出想跟他再次合体 这样 一定能引发他底内更多的潜力 布欧直接拒绝了他的建议 欧布开始请求布欧 布欧先生 求求你呢 跟我合体吧 你忘了 比鲁斯大人说过 如果你不认真比赛 你和撒旦先生都会被他消除的 听到撒旦先生会被杀 布欧表情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盯着合体悟空喃喃自语 只要把那个家伙解决了 撒旦先生就会没事吧 说完 布欧也不理身边的欧布 竟直朝合体悟空飞了过去 布正准备动手 地狱十七号却抢先了 看着地狱十七号 合体悟空眼神未变 在其中一个悟空的记忆中 他杀死了自己的好友克林 他有点生气 布欧对着地狱十七号号叫起来 是他先来的 地狱十七号要排队 地狱十七号却是冷笑着 废物 滚一边去 孙悟空 为了打败你 我已经在地狱强化训练过了 来 让你几招 合体悟空听到这话 神情为愣 最后嘴角扬起了一些弧度 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要求 那我就试一招 不过 这招挺难看的 只见无数的能量 从合体悟空掌中发出 居然是王子战法 地狱十七号惊喜无比 他就是想要吸收 合体悟空的能量 没想到他这么侃侃 他当机张开双臂 迎接合体悟空的能量 能量球一个个进入 地狱十七号的体内 地狱十七号感觉身体无比舒畅 强大的能量不但涌现出来 在接了数十个能量球后 他感觉自己的能量 达到一个前作未有的地步 孙悟空 准备后悔吧 地狱十七号得意的想着 可这时 地狱十七号固然发现 合体悟空的攻击 丝毫没有停留的迹象 地狱十七号有些慌了 可处在吸收状态 地狱十七号又无法行动 汹涌的能量 让他的身体有些承受不住了 脸色也是无比猙瘾 地狱十七号的身体不断膨胀 他的全身皮肤开始均裂 一条条猙瘟的血缝 遍布他的全身 下一秒 他的身体猛然爆开 狂暴的力量骤然爆裂出去 滚滚烟尘笼罩到整片会场 合体悟空一愣 当初他的超似形态 全力一击十倍龟派气功 都没有将他撑爆 如今 他只是稍微用了点力 人怎么就没了 地狱宇宙的第二能淘汰者出现了 地狱十七号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贝基塔依旧双手别在胸前 一副势不关己的模样 突然贝基塔想起一件事 他对着空中的合体悟空吼道 卡卡罗特 你刚才说这招比较难干 是什么意思 合体悟空却在此时转身 也不搭理他 贝基塔咬牙切实地低吼着 这个混蛋 合体悟空看着身后的波 波先生 别浪费时间了 你是吸收不了我的 原来 刚才合体悟空对地狱十七号发动攻击时 波偷偷跑到合体悟空身后 把肉块分散出去 想要吸收合体悟空 但每当离悟空还有两米的时候 肉块就会被粉碎 波偷不信邪 直接从身体上扯下一团肉 肉团的肉球 朝合体悟空丢过去 在口中 肉球变成了一张肉网 将合体悟空包裹起来 波偷顿时兴奋起来 可是他想把肉球收回来时 才发现肉团已经不停使唤了 肉团瞬间老化失去活力 合体悟空无微爆气 将波偷的肉团炸成粉末 合体悟空再次开口 波偷先生 我没骗你 你的魔法太弱了 一直保持着笑脸的波偷 听到这话终于拉下了脸 竟然有人敢侮辱自己的魔法 不可原谅 波偷全力爆发 变出多重分身 一同攻向合体悟空 合体悟空不慌不忙 站在原地 躲闪着来自四面八发的攻击 比克在一旁窝窝窝摇头 没用的 波偷连神之针剑都没有 根本接触不到他 此时的比克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质 开始了讲解工作 片刻 波偷的分身就被全部消灭 他的本体 也被悟空一圈打回了尖密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坑蛙 合体悟空认真地劝解波偷 让他放弃 除非他跟欧布合体 他还有一丝兴趣 欧布在一旁不断地呼喊波偷 让他不要再尝试了 他赢不了的 波偷低的头难难自语 如果输了 撒旦先生就会死 合体悟空突然察觉到 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 波偷竟然使用瞬间移动 从背后抱住了合体悟空 我不会让你伤害撒旦先生的 欧布猜到波偷的意图 他大声呼喊想要阻止 却晚了一步 惊残度力的爆炸声响起 尘土飞扬地面狂战 波偷选择的自爆 众人都没想到 这间励志大会如此惨烈 刚刚开始没多久 就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人 那么 拳王还会允许 另一趟大会继续下去吗 波偷的自爆 又能否烧到合体悟空呢 观众转转 下期更精彩 感谢观众转